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星期的一週回顧 我是饒一鳴 兩名藏人在四川阿壩縣進行自聞抗議 浙江 海南 廣東等地持續發生反日遊行 日本駐華大使丹羽與一梁坐車遭到襲擊 深圳保安區日資企業發生大規模攻潮 陝西洛南縣三藥鎮家庭教會遭到公安衝擊 大批艾滋病感染者在河南省政府門前示威 深圳幼兒家長抗議學費暴漲 湖南張家界拆先戶廖光和自焚跳樓抗議搶拆 廣東英德市旺步鎮發生炸藥爆炸事故 珠海聯司電子廠職工罷工維權 蘭州城管毆打小販導致群體事件 新疆沙亞監獄拒絕律師會見在押異議人士高智盛 以上就是這個星期的一周回顧 我是饒一鳴謝謝收看再見